不要塞一些有的沒有的酒瓶、保齡球瓶 這些都不應該也不需要塞在裡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安芳 歡迎收看高朝貝西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腸鋼膠放屁是不是比較沒聲音 那屁的聲音如果你的頻率要越高 就是外褲躍肌就是小一點 那如果你的屁是比較沒聲音的 就是外褲躍肌比較鬆一點點 那為什麼跟鋼膠有關係呢? 這個其實也來自於大部分的人的迷思 覺得鋼膠久了會導致鋼門破約肌太鬆 那這邊呢必須要講的是 鋼膠基本上我們的鋼門、我們的破約肌 是有彈性的 如果你是正常的性交 你放過的是陰莖的話 不太會造成你太常性交 就有破約肌變鬆這件事情 除非你很常在鋼門裡面 塞一些比較大的物品 常常讓破約肌處於這麼大 這麼鬆 就像橡皮筋一樣 你一直讓橡皮筋拉開 處於一個張力 維持一段時間久了 你再把它放開 其實它就回不去原本的那個大小了 那鋼門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你正常安全的性交 你不要用塞一些有的沒有的什麼酒瓶啊 還是保齡球瓶 這些都不應該也不需要塞在裡面 只要不要讓你的鋼門 擴躍肌處於一場的放大的情形之下 鋼門進場會不會太鬆 你不要在鋼膠的時候 不要在鋼膠的時候 用一些非性交的用品 去擴張我們也是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問題 希望喜歡我們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